农村风水的注意事项 第一,农村的宅子 卫生间要在东南或者是西南 这是正常的农村宅子 如果是城市的楼房 主卧室一般在房子的中南或者西南 不排除主卧有在西北的 但是主卧在东南与西南的比例 要比其他方向的多数很多 因为都去向阳之地 所以说主卧在东南和西南的方向 这是风水与香火 任何一个预测数都要符合人情势理 然后你再去断 不符合人情势理是没有办法论断的 什么技巧 这就是技巧 要根据他现实的东西 再根据香火的东西 两者进行相比较 比较出来的东西就是 阳斋风水 那么阴斋风水呢 阴斋风水 首先要考虑他这个山项 这是最重要的 你阴斋风水 他没有门 没有窗 是不是 也没有主卧 次卧 也没有什么这个卫生间 是不是 灶台什么的 他就一个山项 他就一个山项 这是最重要的 同时也是最深奥的 阴斋风水是基础 阳斋风水只是说在阴斋风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学客 最初的就是阴斋风水 山项怎么断 是以高的 在这个香火上 是以高的位置为座 就是山 低的位置为象 如果青龙方黑香 压顶 所以说呢 就不利于家中的长子 就代表家族当中会同线 会出现 出现这个男的身体多病 活着少亡短寿之人 再就是看本身的香 再看本身 这个砍弓本来就低 那么出少亡短寿之人 砍弓低的 就是说他出少亡短寿之人 你再加上每个工位 所对应的人和事 两者相比较 就能对应出来 究竟是谁的问题 然后你再去相应的去改造 这个风水问题就可以了 看整个香盘 砍主兽 砍弓主兽 如果是空的 那正方又是黑香 又是青龙方 青龙主男 白虎主女 那么就代表着家中长子身体多病 活着少亡短寿 再看白虎方 白虎 砍 砍空 前空 就是说你像这个前砍弓 一般的说是砍弓 砍弓就是说 在这个西方 砍其实是一个参照物 白虎空 主女 白虎就是主女 青龙主男 白虎女呢 如果说是空 就相是空的 低的 那么代表女人有横死的 或者少亡短寿之人 白虎低 青龙高 代表家中出婚姻不顺之人 应该是怎么着 青龙高 白虎低 宁叫青龙高万丈 不叫白虎抬头望 这个白虎抬头 那就是说白了 就阴阳颠倒了 阴盛阳衰了 婚姻肯定不睡 甭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不是 所以说 男女方向 男女 社会上男女 这个对应关系也是一样 男的一定要有阳刚之气 女的一定要有阴柔之美 你不能反过来 你说女的像女汉子 男的比较懦弱 男的要听女的 这个社会 这个环境 还有这个婚姻 永远不顺 离婚的会越来越多 你看看是不是 现在是个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这就是因为 女的过于强势了 男的懦弱了 男的就没有 这个男子汉的气魄了 所以说 这婚姻就不好 所以说你 这个一定要 这个男的一定要有魄力 这个你对社会 对国家 对家庭都有好处 男的有魄力 女的要温柔一点 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你这个白虎低 青龙高 婚姻不顺 男的也不容易找对象 因为白虎低 青龙高 家中就会出现婚姻不顺 昆宫 如果出现了动向 昆宫出现了动向 就代表向山 向山出现了动向 活着有动向 那么就代表着向上前面低洼 前面低洼呢 坐山高 向山低 出现了动向 肯定是 这个向山是比较低洼的 就是说你家里的风水 向山是比较低洼的 青龙方出现了黑箱 住长子 那么坟地周围就有少王坟 长子短寿 因为镇宫黑箱低洼 坎宫低洼 那么代表他祖坟周围呢 就有少王坟 大家对香灰的颜色 以及香型的判断 还有就大家断事情的主要 依据就是眼力到了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要怕错 任何一个东西都有一个过程 也就说呢 得实践 老百姓常说了 取不立口 全不离手啊 所以说要多练习 实践出真知 大家在预测 实际当预测当中 就会蒙圈 有的时候 你光学理论就会蒙圈 抓不到重点 不知道从哪下手 就感觉是老虎吃天 无从下口一样 所以说大家要多练 多用香去看 时间长了就能总结出 比老师还好的技术 老师教的学员呢 有的比老师还要厉害 这叫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 这个讲解咱们 蚂蚁道香火 在这个预测财运时候 是不是的作用 首先通灵香火 在预测财运的时候 单预测财运呢 你看个香盘是什么形状 香盘有的 如果说成三角形了 那么那三角形 就代表着偏财 活着说是 游走于法律边缘的财运 在这里不能说是 劳动所得 或者正常的所得 是吧 他不正常 你说的违法 他也不违法 你说的不违法 他也违法 就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财 一般的我们叫偏财 这种成三角形的相形 在预测的过程当中 放高利贷的也有 是不是 游走在法律边缘的 不太合法的 但无法讲清楚这种事 反正不是正常上班的 不是正常的那种工作 三角形的相 他不圆满的 一般都是偏财 必须这个相形比较圆满 他是正财 你如果说这个相形出现 很偏了 我这一边 一边是空的 另一边很旺 一边是黑的 另一边很旺 都是不正常的财 都有问题 这个就跟他这个相形 有多种多样的 是不是 比如说 打出一把莲花相形的 只要不是黑相 那么他可能就是 从事善意不倾向的 求财的 所以说我们在预测财运的时候 当出现了黑相 那么出现黑相 就代表他破财 出现忽明忽暗的相 这种相出现的 就是说花钱大手大脚 存不住钱 这个时候 挣钱也是存不住 再就是咱们在预测的时候 出现了相路 相中间出现了一条路 特别是在马兴 阴身四害 这四个余位 这个位置出现了 就代表他是从事运输 流定流动性比较大的一种职业 挣的钱也比较辛苦 就是挣个辛苦钱 还有一种是在马兴的 阴身四害的位置 打出的箱比较高 或者是一根独立的箱 也是不稳定的工作 反正就是四处走动的那种 这种也是外出求财 只不能在本地求财 凡是林一马位的 四鱼位的都是出外求财 在本地是发展不起来的 还有一种是散盘乡 散盘在问财运的时候 散盘乡要什么没什么 求什么就不得什么 他是一种你想要的 你想要的给你实际得到的 不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越要什么越没什么 就散盘乡 这箱都散了 还有就是一种你预测完 他本身是问婚 本来是问婚姻的 他又问财运如何 那么这个时候主要看训工和离工 如果这两个工位烧的好 就代表他所在的环境 或者现在的财运是比较好的 然后再看他今年所在的流年工位 出现了什么香 如果流年工位出现了黑香 或者是不吉利的香 颤动的香 就代表在今年的财运不行 出现颤动的香 你今年不但没挣钱 你还花了很多钱 是不是 入不敷出 你出现藤舍香 你今年的钱财运被别人骗走了 对不对 你的香断了 你今年的大事 说白了 你今年大败 你财运是说白了 一贫如洗 直接就断了这个香 你财运 你这个财运也断了 是不是 挣钱的路都没了 哪年破财 因什么破财 在他断流年 在他流年活着流月的时候 看他脑部工位出现了黑香 几乎这一年就是破财的 他在打出的香形 是不是 在看他打出的香形 比如说离工出现了黑香 那么看他只是今年的话 那么就是五月份要破财 就是那个阴历五月 五月中午的五 五 因为离工 这个地址就是五吗 离工 地址就是五 你看这个香指在哪 你再看看他这个香指向了指在了哪个工位 你说这个香灰往哪个方向指 如果他指在了昆宫 指向昆宫 看工 你再看看昆宫烧香烧的如何 如果昆宫烧的好 那么他只是破财 从五月份至六月份这两个月破财 是不是 如果他烧的不好 那就是说白了 还有其他的倒霉的事 如果昆宫烧的不好 那么看昆宫烧的什么香 如果出现了黑的藤舌香 就是代表被人家骗了 而破财 如果说离工的香没有指向哪个工 只是单独的黑香 那么就需要看砍工 因为砍离是相对的 对 逢冲则硬 相对的相互相硬这个事 就需要砍工 砍工烧的如何 如果砍工烧的好 那么只是单纯的离工烧的不好 那只能说他五年 他这个五月破财 如果说离工出现黑的藤舌香 那么五月就要防止上当受骗 因为藤舌主阴险狡诈 所以说五月要防止上当受骗的 看他所在的工位 出现什么香型 他就代表什么事 就是他受破财的原因 如果他指向了哪个工 那么就以所指向所在的这个工 所代表的事进行论断 比如说指向了迅工 那么迅工是黑香 离工也是黑香 离工的黑香指向了迅工 那么迅工在八卦当中 代表了长女 代表了学业 同时还代表老婆 代表了家中的女性 代表了家里的长媳 那么这就需要看离工所指的工位 看看这个工位所代表的相议 是个什么情况 那么就应这些人 这些事 他们之间出现了什么状态 天地定位 首先来说这天地定位 山则通信 水火祭祭 雷锋相伯 是不是 这就是易经的一个原理 大家没事的时候 可以多读读易经 当中的遗嘱 那么正工烧得好 只是迅工出现了黑香 就代表因为女人而破财 如果说是没有结婚 就会因为恋二而破财 如果想要断的细 必须要转工 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不那么细 黑香指向老公 直接说就行了 比如说离工 黑香指向了迅工 或者坤工 就直接断五月破财 因为女儿破财 然后随着技术的增长 就可以详细的断了 你再看他这个 像指向两个工 你再转向两个工 是不是 就断去 这个事情 这个脉络就联系上了 是不是 你互相联系 这个相互相指来指去 因为这个事物的发展 就是互相联系的 人就是一个社会的集合 社会这个单元的集合 人就是环境的产物 人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就是说你要互相联系 人和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家庭成员之间 有什么样的感情纠葛 就是人与人之间 有什么样的一个恩怨情仇 这样来说 你断的这个 你断的这个事 断的这个挂 就能够活灵活现 从而为别人更好的解决问题 如果他要断哪年的财运 比如说 我想断这个今年一年的财运如何 不用看哪个工 就直接按一年十二个月 哪个月代表地支 就给他看一圈 比如说你要看今年一年的财运活事情 那么就在今年的历春的那一刻 烧一把箱 顺着十二地支走 看哪个月好 哪个月财运不好 哪个月会出什么事 因为什么不好 还有原因 咱们前面讲了这个香型的特征 这就是因为什么不好 破财 是破财 是刑伤 是病灾 等等 都可以具体看一下 所谓历春 比如说八点历春 那么八点是晨时 只要在这个晨时的时间里 点一把香 才是这一年运程 超过了晨时 这一年就不是了 大家注意一下